在2015年1月25日的《2012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享有關蒼西基記載。 當神毀滅索多瑪和俄摩拉, 兩個罪惡滔天和普遍奉行同性戀的城市時, 神在事件發生之前的極短時間內, 只是通知了,居住在城內幾十公里遠的曠野的阿伯拉罕, 讓祂可以為居住在索多瑪的羅德和祂的家人代徒。 因為,神只是想救羅德和祂的兩個女兒。 蒼西基第十三章,十至十三節,十八節, 羅德舉目看見約旦河的全平原, 直到所以,都是滋潤的, 那地在耶和華未滅索多瑪和摩拉爾仙, 如同耶和華的原子,也像埃及地。 於是羅德選擇約旦河的全平原, 往東遷移,他們就彼此分離了。 阿伯拉住在加南地,羅德住在平原的城邑, 尖尖羅兒張棚,直到索多瑪。 索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最大惡極, 阿伯拉則搬了張棚,來到希伯倫萬里的像樹那裡居住, 在那裡為耶和華捉了一座壇。 《創世紀》第十八章,二十至二十五節 耶和華說,索多瑪和阿馬拉的罪惡甚重,聲聞於我。 我現在要下去,拆看他們所行的, 果然盡象那達到我耳中的聲音一樣嗎? 若事不然,我也必知道。 二人轉身離開那裡,向索多瑪去。 但阿伯拉罕仍夠站在耶和華面前。 阿伯拉罕近前來,說,無論善惡,你也要剿滅嗎? 解約那城裡有五十個異人,你還剿滅那地方嗎? 不為城裡這五十個異人,遙數其中的人嗎? 將異人與惡人同殺,將異人與惡人一樣看待, 這段不是你所行的。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嗎? 《創世紀》十九章,十二至十六節 異人對羅德說,你這女還有什麼人嗎? 無論是女婿,是兒女,和這城中一切屬你的人, 你也要將他們從這地方帶出去。 我們要毀滅這地方,因為城內罪惡的聲音在耶和華面前甚大。 耶和華猜我們來,要毀滅這地方。 羅德就出去,告訴取了他女兒的女婿們說, 你們起來,離開這地方。 因為耶和華要毀滅這城。 他女婿們,卻以為他說的是棄言。 天明了,天使吹逼羅德說。 起來,帶著你的妻子,和你在這女的兩個女兒出去, 免得你因這城女的罪惡,同被剿滅。 但羅德遲言不走。 二人因為耶和華連率羅德, 就拉著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並他兩個女兒的手, 把他門領出來,安置在城外。 由於當時,是距今四千年前的遠古時代, 除了用人力,或者馬匹送信之外, 再沒有更快的交通和通訊工具, 讓住在幾十公里外,希伯倫地的阿伯拉罕, 能夠通知住在索多瑪和俄摩拉的居民。 所以,阿伯拉罕沒有方法可以及時通知羅德, 叫羅德和他的一家,可以在滅城災難發生前, 的可能是十個小時,離開索多瑪, 甚至可以不單止,叫自己的太太和兩個女兒離開, 也可以救回自己的女婿,甚至成縱的其他人。 但是,由於神是掌管萬有,人類歷史和將來的神, 他已經定了,只有羅德和他的兩個女兒, 可以在這次審判中得救, 甚至是一無所有地離開索多瑪, 不能夠帶走當中任何財物, 只能夠隻身在天使的吹逼和拖拉底下, 在災難發生前,少於數小時內, 趕緊地離開索多瑪。 因為聖經記載,羅德所逃到所有地方, 距離索多瑪和俄摩拉, 只有幾個小時的逃跑距離。 《創世記》十九章十六至二十二節 但羅德遲言不走, 二人因為耶和華連率羅德, 就拉著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 並他兩個女兒的手, 把他們領出來,安置在城外。 領他們出來以後,就說, 同命吧,不可回頭看, 也不可再平原站住, 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滅。 羅德對他們說, 我主呀,不要如此, 你博人已經在你眼前蒙恩, 你又向我顯出莫大的慈愛, 救我的聖命。 我不能逃到山上去, 恐怕這災禍臨到我, 我便死了。 看呀,這座城又少又近, 用意逃到, 這不是一個小的嗎? 求你容我逃到那裡, 我的聖命就得存活。 天使對他說, 這是我亦應運來, 我不傾福你所說的這城。 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 因為你還沒遊到那裡, 我不能作什麽。 因此,那城名叫索爾。 事實上, 住在索多瑪和俄摩拉城外 另一個地區的阿伯拉罕, 就算被羅德更早知道災難的發生, 也不可能通知羅德。 因為, 當時他離神的使者, 撕城的時間, 只有少於24小時。 所以, 阿伯拉罕只能在神面前討告, 求神盡可能拯救城中居住的異人。 明顯地, 阿伯拉罕所指的, 就是他的質疑羅德和他的一家。 甚至可能是因為羅德而信主的人。 然而, 如果事件發生在今時今日, 神就不可能以當日審判 索多瑪和俄摩拉同樣的方法, 通知我們了。 因為, 以今時今日的通訊設備, 例如電話, 傳真機, 人造衛星, 互聯網, 智能手機等等, 已經可以在短至數秒的時間, 將神所要審判某一個城市的訊息, 通知在地球上任何一個人。 萬一, 神要審判一個城市, 以又以通知阿伯拉罕, 甚至羅德的方式和時間星, 來通知今日的我們的話, 就可能令原本在審判之列的人, 因為及時知道審判將臨的資訊, 趕緊以飛機或者直升機, 逃離神所審判的地方, 而沒有得著審判。 另外, 神也有方法, 使得有充足準備的惡人, 會因為超自然的難阻, 而不能得救。 所以, 現時神將要審判傳遞之時, 其災難的級數, 是比索多瑪和俄摩拉龐大得多。 就如同Webots和The Farsight Institute的搖示者, 所預測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或者搖示者Adames所看到的Q-Shot Capsule太陽風。 就算有人可以在災難發生之前知道, 也可能逃不過災難的毀滅, 因為這些災難的幅度實在太大了。 無可置疑, 神是萬有的主宰, 神要審判的對象, 是無人可以因為及早得知, 而改變神的計劃。 只有那些願意絕對信服, 和一生跟隨神的基督徒, 甚至是一早已經因為神的帶領, 而作出多次的逃難, 並為災難作出物資和屬靈上彩排的基督徒。 又或者是看見別人所不認同的徵兆, 仍然作出逃難的基督徒, 才是神所拯救的對象。 因為, 神可以藉著美麗的誤會, 世道不信的人, 以為這些災難的預測是騙人的。 好像童話故事, 朗來鳥一樣, 世道不是一心以信心和盼望跟隨神到底的人, 不能從災難中得救。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十四至二十二節,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 然後末期才來到。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 那行為壞可憎的站在聖地, 讀者經的人需要回憶。 那時在猶太的, 應當逃到山上, 在防上的, 不要下來拿家裡的東西, 在田裡的, 也不要回去取衣償。 當那些日子, 懷孕的, 和乃孩子的, 又禍了。 你們應當祈求, 叫你們逃走的時候, 不如見冬天, 或是安息日。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 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 沒有這樣的災難, 後來也必沒有。 若不減少那日子, 犯有血氣的, 還沒有一個得救的, 自事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 作詞・作曲 初音樂 作詞・編曲 初音樂 作詞・編曲 初音樂 作詞・編曲 初音樂